从过儿院被接回家后 我才知道贾千金是天选女主 我刚到家 她哭得梨花带雨 姐姐 虽然是我抢走了你的人生 可始作俑者是我妈呀 我好不容易考了北大 她满脸委屈 姐姐那么努力 我知道 衬托之下 我就是个废物 就这样 爸妈和哥哥全部都偏向她 仇视我 我去北大当天出了车祸 临死前 她一脸羡慕 虽然她死了 可是她拿到北大通知书了呀 而我 只能出国镀金 再次睁眼 我想玩死贾千金 像前世一样 我踏入乔家大门 乔婉婉 眼泪刷了一下就掉了下来 姐姐 虽然是我抢走了你的人生 可我是无辜的 始作俑者是我妈呀 我也是受害者 你千万不要怪爸妈 收留我在家里 你放心 你的东西我不会给你抢的 她哭得梨花带雨 好不可怜 一身名牌公主群 是想炫耀爸妈对她的爱吗 可惜 这一时狗屁亲情 已经没法捆绑我了 我还没开口 我哥乔峰就把她拉到了身后 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婉婉 你就是从小太善良了 家里只是多一个人吃饭 你不用这么敏感的 我扑吃 没等我开口 乔峰健壮 眉头紧缩看着我 将染息 婉婉比你小 她敏感 你以后多让给她点 我好笑 哥哥 知道的是我这个亲生女儿回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来接人一下的 乔峰一噎 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一针见血 我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乔婉婉 乔婉婉 始作俑者虽然是你妈 可是受受益的人 好像是你吧 你无辜什么 另外 是我被人偷换了人生 我都还没哭呢 你整得跟哭丧一样 着急给自己加戏呢 你在乔家一时无忧 我可是在郭文院 实打实地受苦受难十几年啊 乔家一时雨色 全员沉默 乔母眼神有点复杂 最后拿乔峰说是 行了 阿峰你是哥哥 应该平等对待两个妹妹 最后 转过头又看着我 眼睛里终于带着一些心疼 冉希 你喜欢什么 尽管说 明天让哥哥带你去买新的 对于他们说的话 我是一个字也不相信 还平等对待 我真的是笑死 前世我也是献了这鬼话 结果一家人处处让我 让着乔婉婉 我连喝口水都是错的 最后 我努力想要跟爸妈哥哥 证明自己 好不容易考到北大 结果去北大当天 意外出了车祸 我被送去医院抢救 临死前 他们都来了 我以为他们后悔了 谁知道 乔婉婉一脸羡慕的叹了口气 虽然他死了 可是他拿到了北大通知书了呀 而我只能出国镀金 更离谱的是 我的亲人竟然围在他的身边 开始安慰他 怎么 虽然我失去了我的一条命 但是他只能出国了 这就是天选女主 不管他说的话多离谱多奇葩 身边的人都会为他着想 很不巧 既然这一世我重生了 这个天选女主 我玩不死怕 姐姐 你不要让哥哥为难啊 我有自知之明的 家里暂时只有客房了 姐姐你住在我的房间 我现在就把东西搬走 乔婉婉故作坚强 擦一下眼泪露出笑容 婉婉 那是你的房间 不用让的 乔婉赶忙拉住了他 我一个白眼真想翻上天 这戏看着无趣 又让人吃笑 我果断开口 哥哥想亲妹妹住客房吗 行啊 反正前十几年 我都住在过日 回自己家了 能住客房 挺好的 我很开心 谢谢爸爸妈妈 给我一个客房住 我故意强调客房这俩字 然后一双眼睛里面满是感激 眼角甚至还挤出来了两滴泪 谁看了不觉得 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就是放在现在这个场景 怎么看 怎么觉得怪异 家里的下人都看着 面面相去 乔婉的面子挂不住 染息 爸爸怎么会让你住客房 婉婉你先把房间给姐姐 回头我命人再给你布置个房间 你先委屈两天 乔婉婉似乎没料到 乔婉会这么答应 脸色苍白 没关系的爸爸 我不委屈 婉婉 你从小娇生惯养 连床单都是喊国外工匠定制的 就怕你换了房间 你晚上睡不着 乔婉又开始智障发言 我满意的点头 是啊 婉婉妹妹 你可是豪门娇生惯养的小姐 肯定不懂我捡人家不要的破衣服穿 睡应木板的滋味 客房对于我来说 是这辈子住过最好的地方了 染息 哥哥不是这个意思 乔婉脸有点红 在场谁不知道我最可怜 连家里的保姆生活都比我好 这件事就这样 晚晚你带染息去你房间 乔父下了命令 虽然我很嫌弃乔婉睡过的床 但能隔应她 我别提多开心了 刚进房间 我就跳到了床上打滚 看着乔婉心痛 无措的抠着手的模样 她看了眼乔峰 一副又快哭了的样子 笑死 但这是开端 乔家办事效率高 马上就把我的学籍 转移到了乔婉婉的贵族学校里 前世这也是我噩梦的开始 因为乔婉婉的茶言茶语 我在学校被孤立针对 回家还要受气 以至于精神一度违离 而现在不一样了 重生归来 婉不死乔婉婉我去死 司机送我跟乔婉婉一起去学校 我跟他穿着一样的校服 贵族学校消息最灵通的 我们一到班上 就有一堆人看了过来 乔婉婉 这就是你那乡下姐姐吗 婉婉 你人可真好啊 她真的好土啊 就是 你就跟她一起当同桌吧 别和和我们了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我姐姐 姐姐她 她以前只是没过过好日子 但是以后她就是我的亲姐姐了 乔婉婉 护在我身前 强调了亲姐姐三个字 我大步从她身后走出来 婉婉妹妹 你没跟大家说 我才是乔家挣千金吗 我知道你自责你妈妈 在我们家干保姆的时候 把我偷走了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怪你的 毕竟你也是受害者呀 我善良大度的拍了拍她肩膀 众人大跌眼镜 傻眼了 这年头还有真假千金一套 乔婉婉不是说这是她乡下表姐 众人三言两语 而我期待的 是坐在第二排的那个女生说话 她是乔婉婉的死对头 复英 也算是前世比较清醒的人了 但是因为跟天选女主作对 下场有点惨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次我要拉她一把 果不其然 傅英嘴角一勾 笑死 山鸡飞上之头 就当自己真凤凰了 再次听到她说话 我真激动 还是那么带字难听 乔婉婉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姐姐 你一定要让大家嘲笑我吗 看我难堪被侮辱 你就开心了 一个男生站了起来 够了 婉婉 你在我们心里 才是真的乔家大小姐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取代你的 她是傅朗辰 傅英的傻逼哥哥 未来傅家的掌舵人 准确来说 是乔婉婉这个天选女主的舔狗 哥 那只代表你 傅英嫌弃的表情不要太明显 我吃笑 瞬间大家都看着我 如果你是婉婉的姐姐 就不应该让她难看 傅朗辰半搂过乔婉婉 随后 乔婉婉羞涩地推开了一下 我只是以为婉婉妹妹 没有解释清楚 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不是她的远方表姐 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会被嘲笑呢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浅显的想法 我相信婉婉妹妹 没有那个心眼的 如果有误会 大家说开了就好 傅朗辰一噎 她明明没有这个意思 对我这么一说 倒显得乔婉婉心思不纯 还无从狡辩 就是 我看她也没说啥啊 嗯 这很难听 保姆女儿啊 虽然有点混乱 但是大家同学一场 还是别说了吧 江同学我们没有嘲笑的意思 可能之前我们听差了吧 在场都是何世佬 没人想惹傅朗辰 只能想办法找台阶下 见傅朗辰吃瘪的脸色 傅英忍不住讥讽笑了起来 她嘴唇轻轻动了一下 我看见了 是骂傅朗辰傻逼 一场闹剧 随着班主任到来而结束 我的位置就安排在 乔婉婉的前面 刚下课 乔婉婉又忍不住开始做腰了 她点了点我的背 我转过头 就对上她刚哭过的眼睛 姐姐 老师上课 你可能听不懂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请教我的 坐在她旁边的傅朗辰 立马就笑了起来 婉婉 小傻瓜 你还是这么善解人意 我哟 朗辰哥 我只是不希望 姐姐因为成绩不好 融入不了我们班级 能帮助她 我真的很开心 可能姐姐心里会有点怨恨我 但是我会努力让她喜欢我的 乔婉婉眼里藏着爱慕之意 羞涩地低下头来 斜前方的复英 又冷不丁地哼了声 笑死 乔婉婉这天选女主 成天舔着脸 往我手底下凑 我不打她 她难受似的 我故作惊讶到 婉婉妹妹 你成绩很好啊 那真的是太好了呢 虽然在我以前读的学校 我考得还行 但毕竟换新学校了 我也需要适应适应 也可能在这里 我就不是年纪第一了呢 还希望婉婉妹妹多多帮我 说起乔婉婉 那复英真的是见风查真 她回过头来 好心提醒我 你妹妹全班30名开外 指导你什么 指导你数学一起不及格吗 有不少人听见 忍不住偷笑 虽然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耳朵全部都竖了起来 复英 怎么哪里都有你 闭嘴 傅朗诚冷眼瞪过去 复英憋屈地不说话 对 傻逼哥哥再次作死 这里跟小县城的自然不一样 江同学还是不要狮子大张口了 年纪第一哪里那么容易 傅朗诚转着笔说话 看我的眼神带着笔意 为了靠近女主 男主开始维护她 并且跟她站在一条线上 乔婉婉叹气 姐姐 朗诚哥哥这么聪明 才年纪前十 你这样乱说话 等成绩出来了 大家嘲笑你怎么办 爸爸说了 我们做人需要务实 不应该吹牛的 虽然我成绩没有复英同学好 但是教教你还是可以的 哦 我一个年纪第一 很快就要因为数学竞赛 被保送北大的人 需要一个数学都考不及格的人来教我 真的是要笑死人了 那婉婉妹妹 你知道这题怎么写吗 我拿过练习本 随手画了一道题 函数解析室 瞧婉婉脸色难堪 不说话 傅朗诚拿过本子 看了眼后皱眉 你是她姐姐 是不是故意拿大学的题目为难她 这是今年高中数学竞赛题 傅同学不知道吗 我微笑道 故意强调高中这两个字 听到我这话 不少学习好的都凑过来看 傅朗诚急需想要打我脸 拿着笔 开始在本子上涂涂写写 直到那道题 传到了一个斯文的男生手中 他推了一下眼镜 答案是6 忙着解题的傅朗诚 动作一顿 要知道 他已经写了快一张纸的公式了 姜同学也对竞赛感兴趣吗 还把公式画减了 男生再次开考 如同暴击 他是班里公认的学神 也是目前的年纪第一 只不过家境一班 所以平时在班上没什么存在感 姐姐 我不知道你怎么联合学习委员 一起欺负我们 我只是诚心诚意想帮你 你犯不着这样侮辱我们 瞧婉婉 眼泪又刷刷的一下掉了下来 傅朗诚赶忙给他拿纸擦 冉希 你这人真恶毒 朗诚哥哥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姐姐 姐姐人很好的 两个人一唱一和 其他人保持沉默 倒是傅英的眼睛 都快瞪得掉地上了 婉婉妹妹 我知道你受的最好的教育 我以为你的知识储备量大 所以才想请教一下你的 而且我今天第一次来班上 跟学习委员也不认识 我只是以前都在孤儿院 没什么朋友 有你这个妹妹 我很开心而已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我赶紧起身 手足无措地站着 一副快哭的样子 用魔法打败魔法 这感觉还不赖 乔婉婉傻眼了 傅朗诚表情也跟吃屎了一样 孤儿院这个词 在这群附家少爷小姐耳朵里 算是新鲜词了 他们估计只在电视上见到过 又或者是家里做慈善 给孤儿院捐过款 傅英坐不住了 直接开喷 我滴妈呀 冉希 你被乔婉婉的妈拐去了孤儿院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 乔婉婉还说你侮辱她 这都什么事啊 真是害人听闻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乔婉婉是有点不要脸了吧 傅英表情夸张 一副要置稀微的样子 我内心狂笑 就知道傅英的嘴 从来不让人失望 傅英够了 傅朗诚声音冰冷 算是在威胁傅英了 傅英笑得有点无奈 哥哥 要是我从小被保姆掳走 去了孤儿院 你就不恨保姆 不恨那个取代我的女孩吗 果然傅朗诚沉默了 见状 乔婉婉崩溃地哭了 起身就跑了出去 傅朗诚做事要出去追 临走前还不忘来了剧 傅英晚晚没有错 嗯 这很难听 至少傅英的话 大家都听了进去 大家伙都是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 谁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会忍气吞声 所以大家看我的眼神 也都带着同情 直到我考了年纪第一 比学生还高几分 数学 英语 比综 全部满分 众人看我的眼神 只有崇拜了 这次试卷贼男 能及格都是不错的了 就连高大小姐复英 都在厕所门口 故意等了我一下 冉希 考得不错 你才应该是乔家真千锦 真真假假 有那么重要吗 只要能玩死乔婉婉 我就很开心了 多谢 你也不差 一起加油吧 我勾唇 看向复英会心一笑 前世复英 替乔婉婉这个女主 被绑匪绑架四票 傅朗诚也就是掉了两滴眼泪 转头就去安抚乔婉婉了 这一事 有我在 我和复英 绝不会成为 轰脱乔婉婉 这个气韵女主的牺牲品 我跟乔婉婉 拿着试卷回到家 当晚饭桌上 乔婉婉就站起来 跟爸妈道歉 爸爸妈妈 我这次考得不好 试卷太难了 我只进步了两名 你们放心 我下次考试 肯定会更努力的 乔婉婉发愤图强的打气 进步了两名 还是考得不好啊 婉婉太谦虚了 乔婉笑着给他盛汤 乔婉婉也是忍不住自豪道 你是我妹妹 自然厉害了 你也说了 卷子难 最近家里发生了不少事 你没被影响 就说明你很厉害了 乔夫则是看着我问道 冉希还习惯吗 考得怎么样 我不着急说话 因为乔婉婉像前世一样 开始给我泼脏水了 姐姐我不知道 你从哪里搞来的答案 考了年纪第一 但是你作弊也太不小心了 还是跟爸爸妈妈哥哥承认吧 虽然你是我姐姐 但是这件事太大了 我不能替你隐瞒 到时间学校肯定要找你的 乔婉婉劝说道 冉希你作弊考了年纪第一 乔婉大惊失色 成绩不好也不能作弊 冉希你这件事过分了 就算你没有婉婉优秀 你也不能干这种事啊 乔峰眼里透露出鄙夷 看吧 我还没说话 最多给我定好了 乔婉婉掩盖住嘴角的笑容 一副关心为我着想的模样 我真的觉得乔婉婉脑子里缺点东西 就我之前在班级里解出来的那道数学题 还不足以证明我有这个实力吗 她非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过来往我身上泼脏水 七日女主这么有病 没脑子吗 沉默不语的乔婉面色铁青 姜冉希 我们家养得起你 哪怕是个废物 但是作弊不可取 明天就跟我去学校找校长老师道歉 若不是婉婉说了 你打算一直瞒着我们吗 我们家不需要你来替我们争光 只要你不丢人 品行端正就行 挺冠冕堂皇的 我忍不住摔了筷子 乔婉婉只是因为 我考了年纪第一 就怀疑我作弊 你们问都不问我一句 也定了我作弊罪 如果我真的作弊了 老师学校会来处置我 而不是你们 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污蔑我 但凡你们关心我一点 就不会这样 我冷笑着踢了脚凳子 跑上了楼 你给我站住 逆女 谁教你的这么没礼貌 乔婉气的站起来吼我 我转身趴在楼梯口 回复她 我没人叫啊 我过而怨出来了呀 我人挺差呀 我不配当你们女儿啊 就算再经历一次 我还会被气得发抖 只不过 前世我苍白的解释 根本没有用 他们只会相信乔婉婉 既然这样 我干脆发疯好了 就让他们带着我 挨个去校长办公室 老师办公室道歉 到时候 自然有人帮我打他们的脸 次日 乔父乔奴以及乔峰 都出动了 他们带着我跟乔婉婉 一起去学校 一会儿道完歉 你这几天不用去上课 我都替你丢人 乔峰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当然不去 你求我我都不去 我呲牙笑着 有你后悔的时候呢 姐姐 你就不要顶嘴了 爸爸妈妈 因为你这是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到时候你承认作弊 我们乖乖到完歉回家就行 你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以陪着你一起的 乔婉婉做事 要拉我的手 我赶忙把手缩了起来 别别别 你都说是我作弊了 怎么能让你道歉呢 好妹妹 乔婉婉红着脸 又要哭了 眼底却是得意 她原本就是污蔑 看我竟然老实地跟着爸妈 还有哥哥一起来到学校对峙 竟然真的以为我是作弊了 才能考到年级第一 现在正等着看好戏呢 这回我们已经到了老师办公室 而且刚好是课间 不少人都叹着脑袋看我们 班主任很懵 但还是笑着问 乔婉婉跟冉希的爸妈 不知道你们来有什么事吗 毕竟我超越学习委员考了第一名 那年级第一跟第二 都是她带出来的学生 她能不高兴吗 老师 我们这次是想替江冉希这孩子来道歉的 她考试作弊 要不是婉婉说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办公室窗口 还有门口 围堵了不少我们班的学生 其中还有傅英跟傅朗晨 作弊 怪不得她考了这么高的分 亏我之前还同情她呢 果然人不能貌相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里面不乏被乔婉带节奏的 当然也有清醒的 我不信 再等等 江冉希看的人品比乔婉正多了 对 平时很热心给大家打疑呢 哪里像会作弊的样子啊 是啊 真是好笑 杨女诬陷真千金作弊 是生怕人家考得太好 把她赶出家门吗 我太清楚了 这是傅英的声音 傅英闭嘴 婉婉这么说肯定是有依据的 毕竟她之前都是一直维护冉希的 肯定是冉希真的作弊了 好好好 是傅朗晨这个傻逼 班主任更懵了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老师都看着 她赶紧拿出了我的档案 冉希家长你是不是搞错了 冉希之前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不然校长也不会同意她到我们班来 她获得的竞赛奖牌都可以堆满一桌子了 说她作弊不可能吧 而且考试也都是我们老师亲自兼考 还有监控 试卷全都是密封 她一个年纪低 抄谁的才能抄到呢 班主任难以置信地笑着 把手上的档案举得老高 生怕生怕大家看不见 这次轮到乔夫乔母还有乔峰傻眼了 他们拿过档案仔细阅读 班主任怕他们不相信 又拿出来我的试卷 喊其他老师一起来看 这怎么可能 乔婉婉脸色煞白 可我知道 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不会怪乔婉婉的 等乔婉婉跟前世一样一哭 立马就指责我不应该拿成绩炫耀 让妹妹误会担心 闹出这么多笑话来 姐姐 乔婉婉刚要开口哭 我立马道歉 对不起婉婉妹妹 我不应该考年纪第一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比你优秀 爸爸妈妈只需要你为他们争光 我人体没问题就行了 我会努力改正的 我知道你怕我学不会 想要教我 不想有我这个丢人的姐姐 我也很想努力融入你们 但是我以前在过程院里面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我可能说话很笨 不懂得人情世故 你一定要原谅我 我酷酷一顿说 把这段时间 乔婉婉心里想的话 全部都说出来 乔婉婉脸色都白了 一句人情世故恰到好处 瞬间 众人看乔婉婉的表情就变了 谁都知道我本该是乔家千金 如果没有乔婉婉的生母 我也不会如此 而找回来了 居然还要被如此对待 我没有 姐姐你别这样 我 乔婉婉哭得稀里哗啦 我不应该这样 我应该那样 还要我跪下来跟你道歉吗 我也装得很无措 不停地看向四周寻求帮助 冉希 婉婉指示 乔婉想帮着解释 复英忍无可忍冲了进来 指示什么指示 冉希每次都会回答老师的问题 并且还会举一反三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清楚 任何老师都知道 没有人会怀疑冉希作弊 怎么偏偏就乔婉婉 你会觉得她作弊 有的人是眼瞎 但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说得好 复英上大分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哪怕我们是书中小配角 也应该有自己鲜活的人生 婉婉你让爸爸妈妈太失望了 乔婉心痛地摇头 你妈妈也说了 冉希虽然是我们亲生女儿 但是我们都会一视同仁 你怎么可以污蔑姐姐呢 乔婉头疼地扶恶 这我更不能忍了 我再次感谢 谢谢爸爸妈妈一视同仁 我太感激了 谢谢你们 原来有家就是这种感觉呀 被人公平对待的感觉 可真的是太好了 听得一众老师同学心里酸溜溜 这样的奇葩家庭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 乔婉婉慌弯地只知道哭了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恐怕他还没经历过 被人指责的滋味吧 不远处的傅朗辰 也只是看着他不说话 但是我知道 仅凭这件事 还是无法撼动天选女主光环的 年级第一有5000块的奖金 学校设置这个 就是为了鼓励成绩优秀 但是家境贫寒的同学 多多努力 那些少爷小姐们肯定无所谓 但这笔钱对我也很重要 能不能逃离这个家 就看这笔本钱了 我拿到钱之后 第一时间就买了股票 有了钱式的记忆 我买的股票稳赚不赔 很快就利滚利翻了几十倍了 但是想到复英的结局 我打算趁着他过两天生日的时候 提醒他一下 大小姐挑剔得很 两万块的钢笔 不知道喜不喜欢 我装在书包里 准备带去学校给他 姐姐 你身上这套衣服 不是妈妈买的吧 还有 我看你买的那只钢笔 没有几万块可买不来的 因为上次事情 乔婉婉在家里安静了不少 但他怎么能忍住不做妖 不除掉我 他怎么放心 把千金大小姐的位置坐稳呢 听到乔婉婉的话 低头玩手机的乔峰 第一个看了过来 冉希 你不会偷了乔婉婉的压岁钱吧 他上次是误会你了 但是误会已经解开了 你不能太过分了 乔母眉头也轻皱着 阿峰 也可能是冉希自己 传的竞赛奖金吧 这衣服的牌子我认识 要好几千 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 连手机都没有 哪里来的钱 妈 你觉得呢 乔峰提醒道 我不说话 因为想等乔婉婉演戏 果不其然 他来了 他又来了 乔婉婉眼泪掉了下来 姐姐 我知道我不应该误会你 你想要我的压岁钱 我可以给你的 本来我还以为是钱罐 自己不要摔碎的 算了 反正这些本来就是姐姐的 我说过 姐姐我不会跟你抢的 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是有一手 钱罐是他自己摔碎的 都有可能 而就在这时 家里保姆走了下来 他捧着钱罐碎片 担忧地问道 夫人 小姐的东西碎了 我还没进去打扫的 这是 哦吼 还能这要乔 我想乔家肯定不知道 这个伺候了他们七八年的保姆 早就被乔碗买通了吧 冉希 这次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乔母黑着脸 本来我也不想怀疑你 但是现在人症物症俱在 晚晚也是我们照顾了十几年的女儿 她可能有点小脾气 但是无伤大雅 你怎么能干偷窃的事情 缺强的告诉妈妈不行吗 我大笑着给他们鼓掌 说得好听 只要我想要 你们都能给我吗 那个保姆心虚地低下了头 这是自然 乔母一口硬下 那我要乔碗滚蛋 你们能做到吗 凭什么 她霸占了我的人生 不是她的错 难道我就活该有亲生爸妈不能认 有家不能回 只能待在孤儿院里吗 这什么父母 还不如大街上的一个陌生人 你们知道我住的孤儿院 里面有很多老鼠蟑螂 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 有蟑螂爬在我身上 咬我都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被保姆绑架 吓得性格胆小 导致我被孤儿院里的小朋友 孤立霸凌 妈妈 哥哥 爸爸 你们又在哪 我眼神死死盯着 站在楼梯上纹生下来的巧妇 我吃不饱穿不暖 你们不关心我从前的生活 连我的成绩也不过问 生怕让乔婉婉感觉到了偏心 可你们的心 何曾偏向过我呀 我的手指用力戳着心窝子 那里很疼很疼 这些话我钱是没法说出口 今天我要说出个痛快来 姐姐 我知道我生母对不起你 我不求你能原谅 只希望你不要迁怒于我 乔婉婉哭得隐忍 乔峰张了张嘴 她也是被我这副样子吓到了 冉西 我们没想偏心谁 钱的事情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钱 钱是我用这次考第一名的 五千块奖学金买了股票 自己赚的 家里不是没有监控 这个保姆说的话 你们就相信吗 当年你们信任的那个保姆 让你们失去女儿 还不够痛彻心扉吗 居然相信这个保姆的话 也不愿意听我解释一句 就把罪名扣在我头上 是 我是乡下孤儿院出来的 但是我不偷不抢自己努力考试 自己努力获得一切 为什么你们轻飘飘了一句话 就可以否定我的努力 你们是我的亲人啊 我一字一句控诉着他们 主打的就是杀人诛心 一时间大家羡慕了僵局 乔婉晚急了 他哭着摇头道 姐姐 我们只是高中生 你说炒股就炒股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你别赶我走 生我的那个女人 我都没有见过 就把我抛弃了 我难道不可怜吗 乔峰又看向我 冉希 你炒股这个理由编的有点 你又不是什么高材生 天选女主的光环 大得有点离谱 只要有一点点问题 就都能败车回来呀 我真是长见识了 就在此时 门外的保安走了进来 他手上还拿了一个 薄薄的快递袋子 很好 我的筹码出现了 夫人 是北大给冉希小姐的 录取通知书 好像是说 他被保送了 保送北大 真的假的 乔富是最激动的 他赶紧走下了楼梯 我还没拿到快递 就被他先拿过去拆开了 要知道 乔峰的成绩也很烂 勉勉强强 一个一本 还是花了钱的 而我北大录取 可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炒股票赚的盆满钵满 更是能力的体现 乔婉婉脸色苍白 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快递 我冷笑看着他 紧接着 视线转移到了那个保姆身上 如今 就是心里战了 就看他能坚持到几时 冉希 你太棒了 乔富眼里放着光 赶紧夸赞我 就连乔母也是一脸笑容 闭口不提刚刚的事情 要说这对父母 有多喜欢乔婉婉 那可不见得 他们偏向乔婉 无非是因为 乔婉婉是他们养的长大的 浑身上下 都是大小节的做派 不像我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丑小鸭 这样的我 可没办法给他们脸上长光 但现在不同了 商人的本质属性是逐利 谁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好处 他们就喜欢谁 这一次 他们会偏向我 冉希 你很努力 爸爸妈妈都看得见 怪不得你能炒股票 北大的高材生 做什么不行 你真是遗传了爸妈的好基因啊 就是就是 马上我要大摆宴席 让我生意伙伴们都看看 我女儿有多优秀 乔富哈哈大笑 乔婉婉傻站在原地 哭也不是 不哭也不是 乔峰最先注意到了他 赶紧提醒乔富跟乔母 爸妈 婉婉也是你们的女儿呢 我可太明白 傅英想拍死傅朗诚的冲动了 因为这回我就很想如此 是啊是啊 他才是我一个人 拼有问题的小偷 怎么会是乔家的女儿 说不定当年孩子没报错呢 冉希 这件事就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让妈妈该怎么办 乔母叹气 满脸愁容 我冷笑 我只希望给我一个公道 不然爸爸要办酒席 乔婉婉再跳出来说 我是小偷 那我们全家人 面子都不要的了 很简单 调监控就能知道 我有没有去过他房间了 偷窃者不承认 报警好了 我花音刚落 那个保姆就吓得跪了下去 夫人 先生 对不起是我鬼迷心窍 我女儿生病了 实在是没钱治病 只能打起了 婉婉小姐的存钱贯主意 是婉婉小姐说 只要我一会这么说 她就可以给我女儿治病 把钱都给我 我真的错了 就冉希小姐不要报警 我女儿还等着 我给她筹药费呢 保姆哭着磕头 你的女儿生病 你就要帮着乔婉婉 诬蔑我偷东西 你的女儿是人 我就不是人了吗 我冷漠地盯着她 爸爸妈妈我没有 哥哥你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会 做出这种事情来 乔婉婉哭着拉乔峰的衣袖 但乔峰这次 扶开了她的手 婉婉 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 冉希的事情 我们没有因为你妈怪罪你 但是你怎么能陷害她 她小时候已经够苦了 乔峰心痛至极 她都不敢看我 真的是搞笑 有没有做 报警就行了 警察会给我们答案的 我拿起手机 就要不打110 冉希不能报警 晚晚真的是被我们惯坏了 你想要什么妈妈 都答应你 这事就算了 好不好 我嘴角勾起讥讽的笑容 好啊 当然好了 把她送回去她自己的家里 这里是我家 我不欢迎她 本该是她的人生 我替她烫了浑水 回到家后 她顶替我过上了 千金小姐的人生 爸妈哥哥全部都向着她 她还不满足 处处陷害我 想把我赶走 而且她还花钱 接激她的爸妈 她口口声声说 不认识那个女人 她妈妈的错误 不应该她来买单 那为什么 她又拿你们的钱 去补贴那个女人家里呢 是觉得我活得 还不够辛苦吗 这就是你们替别人 养了18年的女儿 今天她不走 就我走 我话放在这里 乔夫跟乔母 两个人吓了一跳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乔婉婉 竟然真的会偷家里的钱 去接激生母 这不就代表 他们这么多年 是在替别人养孩子吗 他们什么时候 干过这样吃亏的事情 再被洗脑 他们也该看清 乔婉婉的问题了 急忙打了电话 派人去核实 查了监控 以及各种证据以后 不顾乔婉婉 哭得撕心裂肺 各种祈求 赶紧联系人 将她送回亲生父母那 那个保姆 也被开除 离开了乔家 乔峰没脸见我 买了一堆昂贵的零食 想要讨好我 冉希 妈妈决定了 要给你把名字改回来 乔婉婉 跟我们家没关系了 以后只有你是 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我忙着弄股票 眼皮都不带台一下 谢谢 我嘴穷 吃不了贵的零食 乔峰 还有 我没有一天 在这个家快乐过 姓就不用改了 我跟你们一点也不像 你们心忙眼瞎 能丢我第一次 也能丢我第二次 我又补充了一句 不管他们怎么劝我 我都不会改变心意 因为保送的原因 学校我去不去 都无所谓了 跟班主任聊过之后 他就让我自己决定 毕竟白嫖一个 北大保送的学生 他做梦都能笑醒了 两天后 我带着礼物去了傅家 我的身份 已经被圈子里公开了 所以傅家很欢迎我过去 尤其是傅英 高傲的大小姐 穿着晚礼服 提着裙摆朝我走来 冉希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不知道我哥那个 他看了眼四周 赶紧降低了音量 那个蠢货 居然为了乔婉婉 对抗我爸妈 要把他带回家 气得爷爷直接把他赶出去了 让他跟着乔婉婉 自生自命 你不知道 我家是我爷爷当家 所以我爸妈也没辙 以后 本小姐可以罩着你了 冉希 我很想结交你这个朋友 傅英别扭地哼了声 但视线一直注视着我 我也开心地笑了 我也想结交你这个朋友 傅英 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礼物 希望你不嫌弃 我双手拿起礼物盒 递给傅英 傅英很是惊喜 你自己赚钱买的 太厉害了吧 我要跟你学习 听说你还保送北大了 我真的是替你开心 打开礼物盒 是一支精致的钢笔 他更吃惊了 但很快就红着眼笑了起来 谢谢你的礼物 以后我接管了富士 第一笔单子 肯定用这支笔签 如果是那样 一定是傅英最好的结局了 压死骆驼的 不止那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对于乔父乔母 还有乔峰的道歉 我不会原谅 那个家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等大家都高考结束后 我就搬了出去 没事除了炒炒股 就关注一下乔婉婉的动态 因为乔婉婉亲生父母 重男轻女 她回老家之后 被虐待的不成样子 天天逼她拿钱 她年纪轻轻 还怀了傅朗诚的孩子 傅朗诚也真为了乔婉婉辍学 然后去打工 一边还要给乔婉婉弟弟钱花 也算是男女主死 也要捆绑在一起吧 一语成衬 听说傅朗诚因为只有高中学历 很多地方都不要她 没办法 她只能找了一个工地 高空坠落 工地给了几十万赔偿金 乔婉婉得知这件事以后 流产大出血 所有的钱 都被她的亲生弟弟拿去赌了 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如此一来 他们就彻底淡出了 我和傅英的人生 后来命运的齿轮悄悄转动 我提前北大硕士毕业 准备自主创业 傅英也接管了家里公司 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